那你可得想好了 他既然说婚姻是什么经济合同 他连这份合同都不愿意 你钱怎么给你保障 那天他还带我看了一场歌剧 我觉得爱情就应该是这样的 爱情应该是纯粹的 我想我们俩享受在一起的时间就好了 如果梁振兴今天不是一个财务自由的ABC 他说出不结婚你会同意吗 这个人当初吸一米 不就是在游轮的行政舱吗 干嘛现在有那爱情来说啥 顾佳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我图他钱啊 是真闺蜜我才提醒你 你要是真图他钱 我反倒觉得没什么损失 现在明明是你自己陷进去了 你对于一个不结婚的人来说 你全情投入敞开心扉 也不怕自己受伤吗 所以呢 所以我就应该只是玩玩 落点好处 别动真心 顾佳 我觉得你最近被那帮有钱太太洗脑洗的 好像觉得任何事情都应该用利益得失来计算 曼妮 你要这么说你真的是曲解我的意思 没什么事啊 啥 我 没什么事啊 是啊 şey 感谢观看